大家好 我们农村有一种植物 叫做玉月金花 玉月金花 光听它的名字就觉得很奇特 看我身边就有一棵这种植物 接下来我们就来近距离看看 看 这里这一棵 就是玉月金花 看这种植物就是玉月金花 玉月金花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 你看 这种植物特别稀少 它开有两种不同的花瓣 看这种是大的 一枚是大的白色的花瓣 然后里面就长出了小的金黄色的 非常奇特 它白色的花 花白裸雪 很漂亮 你看这种是金黄色的花 你看这种是它的叶片 它的叶片 很薄 这是它的静感 静感是绿色的 这个叶片上也光滑无毛 这种玉月金花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 在我国大部分省区都有分布 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它主要的就是具有观赏价值 可以制作圆林 浴化摘培 你看这种金黄色的花 月金花它的根茎 有清了解毒的作用 有人拿它制作凉茶 看它的叶子是对生的 看它的叶片 是对生的 你看这叶片 这是它的花瓣 这里这一大棵 玉月金花 它的花特别漂亮 好了 看我身后的这一大棵 就是玉月金花 它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 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这种植物 我们在野外遇到了 不要去损坏它 它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和药用价值 好了 这期关于玉月金花的视频就到这里